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先後被控欺詐罪 及違反港區國安法 不早前兩次被他保釋申請 今早早一並就兩宗案 向高等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韻騰申請保釋 73歲黎智英由酬車押送到高等法院 他被控及壹傳媒董事周達權 及行政總監王偉強 在2016至2020年 向香港科技園公司 隱瞞將將軍澳工業村的壹傳媒大樓 分租給力高顧問有限公司 案件今個月較早前 在裁判法院提堂的時候 總裁判官蘇維德拒絕黎智英保釋 收押期間黎智英再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提堂之後蘇維德說 黎智英有潛逃風險 及有機會干犯其他罪行 拒絕他的保釋